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那就是女人最害怕男人对自己使用的四招 最失招能够让女人对男人言听计从 那么具体是指哪四招呢 大家不妨听文哲说一说 第一对女人投其所好每天的嘘寒温暖 早安晚安或许并不是女人最想要的 这些言语上的爱并不是真正能够打动女人的 但若是在女人有困难的时候 男人能够及时的出现 这一定是女人最为期望的 实际上的行动比言语上的表达 更能让女人明白自己的心意 许多男人都愿意为了女人做出改变 以此来表达对女人的喜爱 但是问题是男人的改变真的是女人想要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想要真正的投其所好 就必须要先理解女人的需求 若是男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对女人投其所好 理解女人的需求 女人就会为男人深深的着迷 第二经常赞美女人 试问天底下哪个女人不喜欢被人夸奖 试问天底下哪个女人不喜欢被自己心爱的男人夸奖 夸奖能够满足女人的胸心 让女人感受到快乐 尤其是对于心爱的男人的夸奖 女人会更心满意足 所以男人不妨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赞美女人 讨女人的欢心 让女人对男人好感倍增 第三经常对女人进行一些肢体上的接触 没有肢体接触的男女关系是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的 所以男人若是想要女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就必须要多制造一些肢体接触 肢体接触可以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感情更加的深厚 女人也会真正的从身体和心理方面去接纳男人 对男人产生依赖感 第四学会给女人制造麻烦 男人不能只让女人给自己制造麻烦 男人也要学会给女人制造麻烦 让女人明白自己不是完美的 这样一来女人就会对男人越来越包容 在以后的相处中 女人就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在与男人打动干戈 女人最害怕男人以上四招了 男人若是经常对女人使用 那么再难常的女人也会乖乖听男人话的 这位男人的你 要知道如何做了吗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